阅读科技旅行,生活可以很大,对话设计学习,思考不嫌太多,这里是iTunes获奖播客,狗熊有话说,一听就停不下来的哦。 I'm lying alone with my head on the floor, thinking of you till it hurts, I know you hurt too, but what else can we do, tormented and torn apart, I wish I could carry a smile in my heart. Hello,大家好,这里是独立知识型脱口秀,狗熊有话说,我是大狗熊,那么大家知道新西兰有一个世界知名的影视特效制作公司,Vita,那么当年纸黄王一举成名,然后成为全世界一线的影视制作公司。 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在这种世界一流公司工作是什么样的体验,然后作为华人怎么能进入这样的一家公司,那么就是充满了各种好奇啊,然后狗熊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一种很好奇。 所以今天呢,也非常高兴,我们今天请到了,应该是算是大陆地区首位进入到维塔影视特效动画组的这个华人员工,七爷Seven,来我们一起聊一聊跟维塔有关,或者说跟新西兰生活也有一些关系的他的故事啊,那个Seven和大家打个招呼。 哈喽,大家好,我是Seven,对,平常朋友就是开玩笑叫我七爷,但是大家叫我Seven就好了。 是因为排行老七,对,因为中文名字里有个七,对,然后Seven的这个和七有一个字不一样,对,有拼写不同,拼写太坚强了,对,Seven呢,是这样,我们很早,应该是在几年前, 认识,然后当时还没有入职到这个维塔,但之前呢,他来到新西兰呢,有我们早,然后也给了狗熊我和我们家一些这个很多建议和帮助,但就像很多大家看到那种故事都会说的啊,就是比如你现在是在维塔,那么听起来是很完美啊, 然后这个感觉好像也,以前的梦想也实现,但来到新西兰之前一定是,或者说刚来的时候,应该大家都差不多会有那种很惨的,然后就是理想和现实,还有差距的这种状况,能和大家聊一聊,跟我聊一聊,你就是刚来新西兰的时候,你的感受和你的那些经历, 就简单的说一说,OK,好啊,就我,因为之前在国内也是做相关行业,然后呢,具体是动画,对动画,也是电影特效的动画部分,然后呢,一直都有想出国的这个想法, 所以当时和我老婆Share,就是一直在想,怎么样能有一个方式能够出去,然后其实之前也一直想过,就是出国上学啊,留学,然后转,转成工作,然后留下来,但是呢,后来有一个机会吧,我老婆她知道了这边有一个,就是叫walking holiday,这么一个打工度假的一个签证,然后呢,她说她想来这边看一看, 然后我当时其实并没有这个打算,嗯,对啊,但后来她来了之后,我想,哎,反正那边也有,这个,比较顶级的这个,维塔工作室,嗯,我想,那要不我就过去看一看,试一下,所以我也在她之后的半年,也申请了walking holiday,嗯,当时还不是特别疯狂,所以也不用去想啊,这样, 那是,13年,13年,对,13年的,年初吧,嗯,那个时候,当时不是太,知道的人不算那么多,不是特别多,对,然后13年,年中的时候,可能是因为,一个国内的一个很火的相亲节目,然后一下把这个,对,就弄火了,所以那一年,因为我体验有准备,所以还好,就比较顺利的拿下来了,嗯,所以那,呃, 然后就直接就,就准备是技术上的,买个一篇,嗯,之前就,但是之前就是很早就有注册那个账号,啊,对,只不过就是都填好之后,并没有当时立即就,就结束,嗯,付款那些,嗯,然后他中间有一段,因为大家都知道了,他可能封掉那个号,嗯,就冻结住了,但是是到之后,嗯,他直接开放,因为我提前已经填好了,所以我的动作只是说,对,点一个提交付款就OK了,所以相对就是, 有一些优势,嗯,你来到新西兰之后,呃,是以这个,这个,这个Working Hallway的身份,对,来的,那,那,这段时间应该是一年左右啊,对,一年的时间,呃,就大概是有些什么样的经历,啊,因为来了之后也想的是,就赶快找到本行业的工作嘛,所以当时想的,哎,这段,我可以重说吗,可以,OK,所以,一定不是上来就只是,对,呃,就是过来之后, 呃,也是想熟悉一下整个环境,嗯,然后因为Working Hallway我也想可能想逛一逛,嗯,但是因为,嗯,我老婆提前了我半年,嗯,所以他觉得,他觉得这个地方很好,他想留下来,嗯,所以我们当时就想,那我们就, 抓紧时间,嗯,就,就能够快速的,能settle down下来,所以我当时也想,那我就赶快去找一个我的,相关的这个,本行业的工作,嗯,嗯,我上来也试了维塔,但是当时可能因为,呃,就是, timing也不太对,他们当时的项目啊什么的,可能也不是特别缺人,所以我那个时间申请的时候,呃, 呃,有回音,但是,就是有回复,但是并没有,最后并没有,就是完全回,就是回音,说可以,去工作, 庄方礼貌式的那种,对,对,对,就好像是一个,就是那种,自动回复,类似的那种, 对,然后在那过程中我也想,找一找其他的,嗯,所以前期就是,因为walking holiday嘛,也需要, 也需要支持我们平常的一些日常开销啊什么的,对,对,对,所以也有,相对找了很多的一些,一些零工,嗯,对,我也去做过一些清洁工作, 然后,点点惨的说一说,哦,然后就是后来是发现有按摩店的一个,嗯,一个工作, 他说正的比较多,嗯,但是不是大家想的那种,就是,那种,就是正经合法的,对,正正经的按摩店, 用手按摩的,对,对,就是,所以就是,呃,那种商业按摩,在那种,那梦里的那种, 所以,因为那个相对在当时来讲,是比较容易上手,且转的比较多的,嗯,嗯,然后就想,那就是一边这样打着弓, 嗯,你还记得,那个时薪是多少吗?当时的时薪,啊,他不是时薪,啊, 他是按照你的,呃,可能就是接客的,哦,个数来算的,哦,对, 之前接了多少,对,所以那个就是说,可能还是看你交流啊,什么的,嗯,嗯,对,这些, 就这个是根据你的,你的一些,一些,嗯,能力吧,然后,对, 他不是按时薪,但平均下来也差不多能够,能够有最低工资,嗯,的样子,嗯,嗯,嗯,对, 对,真,说明一下,新西兰最低工资是15.25到, 哎,当时好像不到15,14点,对,对,六七吧,应该,啊, 你就算,后来调了一次,对,14左右,你其实,呃, 基本的个人生活和这个,呃,家人生活应该差不多够,嗯,嗯,啊,对, 然后这段时间你觉得是说是最惨,具体惨在哪里,啊,就是我觉得其实所有从国内刚出国的人都有了一段经历吧, 就是可能自己的理理想和现实就是是完全有差距的,是不对等的,对, 然后而且在国内可能跟别人讲我是做电影的,嗯,但是来这边之后因为要融入这个社会,嗯,但是又要考虑到实际的生活, 所以就不得不去做一些可能在国,国内很多人眼里看来很,嗯,可能很比较低的一些工作,嗯, 当时自己心里也有落差,嗯,但是后来想想,嗯,可能要活得现实一点吧, 再加上反正国外也没有什么人认识我,所以,对,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那段时间其实还蛮,还蛮快乐的,因为现在很多的,呃, 一些朋友也是在当时walking holiday,或者是在当时在打工的时候认识那些人,嗯, 他们就是现在大家的发展都还蛮好的,嗯,但是我是觉得当时因为有过这段经历, 所以大家的感情可能跟,就像是之前像在学校那种,嗯,那种感情一样, 就不像是可能之后的工作上面的一些同事的感情那么那么显, 所以我觉得那段时间还是,还是蛮好的,嗯,嗯,嗯,那当时你就完全没有做动画了, 就是在业余时间或者是这个,对,那一年,对,业余时间我其实还是接私活的, 嗯,国内会有,呃,就是一些,一些项目呀,或者有些之前,因为之前那行业很多朋友也都出来自己单干啊,嗯,嗯,或者是,对,反正有一些资源吧, 还是自己会接,就还没有停,完全停,对,不能停,当时想的是能多赚点就多赚点,嗯,所以还是, 其实手一手一上并没有完全停下来,还是在,在,在做,在做东西,嗯,那快速提问啊,就是你在入职维塔之前, 一共干过一些什么工作和岗位还记得吗,能数一下,你指的是,呃,也包括walking holiday啊, 哦,对,所有的,只要来到新西兰就做过的事儿,就基本上,呃,后厨,后厨,帮厨,帮厨,帮厨,然后那个清洁,生涯清洁,啊,还有就是,呃,是按摩,按摩,对,然后后来是,都在商场的,周边,对,然后还有,后来就是有一些freelancer的,一些本地的洋人公司的一些,啊,一些像,对,设计啊,或者是,呃,像那个, motion graphic,嗯,那些工作,对,嗯,然后,后来还有一些拍摄,嗯,拍摄,反正这些东西都,都设计吧,嗯,嗯,最终还是回到,自己最喜欢最爱的,这个,这个动画专业,啊,那么,呃,因为每个来到国外的朋友,其实都会有这种经历啊, 啊,其实每个人,呃,我发现只要和,不管是新西兰或者其他国家,在那儿,呃,呃,居住了一段时间的中国人一聊,每个人都是有故事的,啊,那么,呃,呃,最终其实看你后面,就是,能不能重新又回到自己的这个方向,或者回到自己任何的那个职业规划上,嗯,所以今天大家,呃, 听这个节目的朋友很多可能就对维塔特别感兴趣,然后,呃,我也想,就是,个人的这种惨的故事呢,其实是一个励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最终我们可能更关心就是,你在入职维塔之前,呃,有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准备,或者,呃,你之前是已经试过一次嘛,嗯,然后有没有发现这两次之间有明显的gap,那自己有没有,就是,一是有没有能力上的提升, 然后,二呢,就是,第二次在准备的时候,呃,有没有明显的,就是,呃,有更多的经验,然后,呃,来和大家讲一讲,嗯,我觉得,呃,两次申请吧,其实对于,呃,这个行业来讲,最主要的是,那个,你之前做过的一些项目的一些credit,就这个的话,我,我并没有,就是,增加特别多,嗯,因为这一年,我也不可能做很多,就是,大的一些项目,嗯,但是,技术上面,我觉得, 呃,因为会接私活,还要就是在入职维打之前,差不多有三个多月,三四个月吧,我在集中训练自己做一些东西,嗯,因为,呃,其实他更多的看中的,还是你的,你的,就是活好不好,嗯,嗯,对,就是你的demo reel,你的那个样片做的怎么样,嗯,所以就是我在,其实还更多在打磨我的这个,这个demo,嗯, 嗯,那你是,呃,根据他们的这种要求来打磨呢,还是你,就是,先以一个自己,自己的一个想象,或者什么呢,呃,其实他的,我,我会关注他的那个,就是他的工作,工作说明,就是job description,嗯,嗯,我就,我会根据他的,就是应天的要求,嗯,嗯,然后会专项的,会有某些方面的提升,嗯,但是其实对于动画这个专业来讲, 它的主要还是它的那些动画原理的东西 其实这个的话 它也没有很多要求 这个因为基本上动画师都知道 大家想要的什么 可能就是你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动画电影 和这种特效的动画 它是有一些区别的 就不会那么卡通 就相对要真实 然后可能量感上面要求更多一些 所以就是我会 我会我会根据这些要求吧 可能会去会去看一些 比如相关的一些电影啊 然后去做一些比较基础 但是又比较能够体现 我的动画的技能的这么一些 一些一些动作 一些demo 你是知道这个岗位之后再去做准备 大概准备了几个月是吧 其实当时它就是 当时我想想 当时应该是 一个契机是因为我国内之前的一个 一个朋友 一个同事 他从国内直接过来了 然后我其实之前 因为申请过一次之后 后边又又有其他的一些工作 可能我就没有完全的把我的注意力 放到了 就是维塔的这个申请上面 只不过他过来之后 当时就一下 就把我就是 点击 对 敲醒了 也算是很大的激励 对 他当时是差不多年中的时候过来的 然后我去机场见了他一面 因为他当时也是要直接就转机飞走 飞到霍林顿 然后我就在想 我就在开始在想自己 我好像把这个事情忘记了 然后所以从那开始我就开始找手 开始准备了 然后只不过在准备的过程中 可能差不多有两三个月 然后这个时候 因为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持续的关注他们的网站 还有就是像LinkedIn上面这些一些东西 就发现突然有一天他们放出来 就是这个在招聘的那个事 所以我才就是 因为有就是等于是有备吧 有准备 然后就就正好就 那可不可以这么说 就是你那个朋友如果没有来 没有给你这样的一个刺激 也算是一个我觉得可能是看到 之前跟你一样的一个朋友 然后可能这个大家水平各方面也差不多 然后突然怎么他就入职了 或者他就进入到这个行列 好像会不会是因为这种给你一个 就是又回到那个说俗一点 就回到初心的这种状态 我觉得有吧 他其实他对我的这个 这个促进作用还蛮大的 但是我也会知道 就是人家在国内可能 后后续的这个能力上面肯定还是有提升的 而且相对在这可能一两年 还是有不少这些电影的 credit的这些增加的 所以我就是我是觉得人家能来 肯定是肯定是下了功夫 也是有原因的 对 然后但是我觉得他对我的这个促进作用确实还是 还是挺大的 嗯 嗯 你能几句话描述一下你这几个月准备的这个状态 不管是呃 自己的这个时间上怎么安排 还有这个心态上 有有有什么样的 就是现在想想有什么样的记忆 记忆还能分享 嗯 是痛苦还是怎么讲 就是我觉得是先是可能羡慕吧 然后就想嗯 那自己也要做 所以呢 我就 我就也没有很痛苦 我就觉得OK 那我就按照自己的这个想法 把我该做的该表现东西全部把它表现出来 嗯 所以就会可能有那么一股 一股一股气在那 嗯 所以在每天做的时候 其实还是 嗯 我觉得挺享受的 嗯 因为在做的过程中 还是回到了我本真 就是自己之前做的这个专业的东西 嗯 我觉得在做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忘记其他东西了 嗯 然后就是按照自己的计划 一步一步去 去做 相关的几个不同的小样 对 我做的时候很享受 但是 跳出来之后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心急 嗯 作为入职维塔成功实现你的你的这个 目标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人呢 你觉得 对于同样想要入职 这样的公司 或者说就是想要在这个行业有一定的发展 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 就是啊 能给啊 有这样想法的心心源一些建议吗 对 我之前跟其他一些一些在这个就是刚刚毕业的一些一些同学有过一些交流 其实他们很多问题就跟刚才大狗熊问的一样 就是他们不知道如果我想做这行怎么开始然后怎么去做 嗯 我觉得其实很多人有想法但是并不是很多人能够一直坚持下去 我觉得首先能认准你要做这个事情是最主要的你可以仔细想想是不是真的很喜欢你是不是真的会在你在做的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或痛苦的时候你还会一直做一直坚持下去 嗯 对 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 那我觉得下面这些可能建议会对你有些帮助吧 首先就是啊 对于动画来讲 你的这个呃 技能最基础的动画的一些技能 是需要的 比如说像呃 动画大家都熟知了动画十二法则 嗯 里面很多一些动画的基础规律 嗯 其实呃 呃 我觉得这些其实是最最主要也是最 就可能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一些 算是基本功夫 对 但是这个东西其实是在什么时候 就最终都是在看的最基本的东西 嗯 所以呃 比如说小到你平常在在出去玩 或者在平常走路 或者在公车站 你其实如果作为一个动画师的话 都会一直在观察这个周围世界大家 人或者是其他事物的一些动作的一举一动 因为很多东西的话 你可能觉得现在用不上 但是你会把它记在你的印象里面 嗯 可能在之后的一些啊 你自己的创作 或者是你自己的一些啊 工作的时候你会把它用用得到 嗯 所以就是一个是基本功 嗯 还有一个就刚才讲到关于这个观察观察力 我觉得这两个是对于动画师来讲 其实关于 对于其他特效师也都是很重要的 嗯 可不可以这么说 就是具体用什么软件这些技巧没有那么重要 更重要的 其实我觉得那个其实是简单的 因为它是 就是 当然我们不说软件的更新和技术的迭代这个事情 只单纯于对于这个工具来讲 其实它是很 对于前面说到那两点 其实它是更容易的 嗯 那么呃 除了这个技术方面你觉得要入职一个国外的这种顶级公司 啊 还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 或者你觉得自己现在觉得哪些方面会比技术的更重要 啊 我觉得 其实技术还是最主要的 还是最主要的 对 然后就是大家不要 不要有心理阴影 或者心理的一些 就是担心说 哎呀我要去国外的公司 或者我要去国外比较好的公司 嗯 那我可能 不行啊 我现在技术可能也没达到 然后我觉得我英语也不好 因为这是很多 现在很多同学问我的 就是我觉得我英语不太好 有没有那么好 能进吗 嗯 其实我觉得 呃 这个都不是问题 因为你 我的英语 我也不敢说是有多么的好 但是我觉得你能够正常交流 能够表达你想要表达的意思 嗯 然后最主要是你 作为作为你自己来讲 你比较真诚 跟别人愿意去交流 其实我觉得 在这个相对来讲 技术更看重的行业里边 其实语言并不是那么那么重要 嗯 但是还是还是需要你有一些 就是基础的语言 不能讲基础了 就是还是需要你能够 和人交流能力 对对对 但是就是说 你别把这个当做一个心理压力 嗯 只是觉得啊 我语言没有那么好 我我能进 或者能不能 或者阻碍我 其实我觉得这都不是 不是最主要原因 嗯 那么有有没有之前你做准备 然后觉得很遗憾的 但想和别人分享的时候 如果是自己当时能够有人告诉你 可能少走很多弯路 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有有没有这样的 例子可以可以 你指的是准备之前 啊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啊 现在回想你整个入职这个过程 你整个这个职业规划的过程 有没有什么遗憾 如果当时能够有人指点一下你 你会特别感激的这种遗憾 有吗 没什么很大的 就是你会觉得 比如说如果下一次 你同样还做走这个过程 会做的更好一点 就哪些方面你会觉得 会是这个可以再提高的 我觉得遗憾就是 我中途有一段时间忘记这个事情 或者是没有一直在 一直在重复的做 就是重复的做这个想要去的这个动作 对 相当于离开了动画行业一段时间 对 因为自己觉得第一次 就是申请之后没有回音 我就自己可能就 就觉得哎呀 我在国外可能没有优势 或者是就可能就自己否定自己吧 我觉得其实如果要是让我回来看的话 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去尝试吧 然后就是 就是不要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就是说这个事情怎么讲 我前段时间也看到过一些东西 就是说放开自己 你不要想很多的束缚 你要想更多可能性 因为这个事情你做 或者你持续再去做 他对你来讲并没有任何坏处 但是你如果不做 就像我之前那段时间没有做 那你就一定不会得到任何好处 我觉得其实回想的话 这个是我觉得 如果我再回去的话 我可能会不会等着我的那个 我的那个朋友那同事点醒 我可能对前面 但算很幸运了 你还有一个项目来点醒一下 对 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我回 如果回到过去 我可能会提醒自己的 就是更放开一些 特别好 我们今天这个聊了很多 Seven的个人的刚来新西兰的故事 然后更多的是关于在维塔 从开始准备到进入 到现在算是里面唯一 第一个大陆前往 然后 可以这么讲 成功入职 我们unconfirmed的 但是应该差不多 就是确定的是这样的 那么整个这个过程 然后我自己也学到很多东西 然后或者说也印证了一些东西 那么最后来看看 你有没有什么 就是聊聊这个跟动画之外的一些东西 就是比如说你平时是怎么 就是业余时间怎么弄的 然后有没有什么兴趣爱好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或者这就动画之外的一些东西 动画之外的 我平常可能也是到年纪了 所以我会觉得自己平常觉得要更多的去精进自己 所以我现在来讲 会更多的去看一些书 然后 当然也是依托于 我觉得之前大狗熊的节目 对我也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我觉得我最早 其实开始有这个意识 是从15年 我开始听大狗熊的 狗熊的话说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每天 当时是每天都要去city 所以我就坐在公车上 每天都会听 然后当时我觉得 其实是他有很多的一些聊的一些话题 可能打开了我的思路 然后呢 我后续就慢慢的也在想办法 再提升自己吧 对 我觉得这一点还是要挺感谢大狗熊 对 这个我觉得不算是客套话 这不是加广告 这真的就是我的确 对想到 确实是 然后我觉得平常除了这些东西之外 可能电影吧 看电影会相对多一些 但也没有说有看多少艺术片啊 或者怎么样 我想问一下 就是同事这个行业之后 你看电影的眼光 会不会完全不一样 会不会觉得很难受 就是说总是不能很沉浸在故事里面 然后就这个地方做的有点问题 那个地方可以怎么会 会 就是多少还是有一点职业病 因为看的时候 就是多少会 会可能游离到这个故事情节之外 可能跳出来 这个感觉 感觉这动作不太对 或者是 或者觉得这个地方 可能我会想怎么要做 可能感觉会更不一样一点 就有的时候会这样 但是我可能看电影的时候 会试图压制自己这个 跳出来游离的这个状态 尽量还是先以这个故事 能够让导演 对 让导演带着我 跟他走一遍 然后哪怕我之后 在二刷三刷的时候 再去想这方面的一些思想 我是记得当年看 看那个Peter Jackson 就是指环王导演 他自己说这个最大的心愿 就是能够有一个催眠师 把他所有跟这个拍摄指环王 所有的记忆全部抹掉 然后呢 他就从头到尾 看一遍 然后真正去享受这个过程 我估计就是脑子里受到 自己的专业会有影响 刚刚你说到你中午还去健身 对 这个其实很多国内的朋友 好像会听到动画师 宅男 然后就不会太在意这些方面 你对健康方面还挺有要求的 对 我觉得也是因为来新兰那边了吧 就是和国内之前的工作环境和氛围确实不太一样 而且我觉得在这边 也是可能年纪有些要大了 所以我 然后我觉得更多的就有一些保健的一些意识吧 我觉得自己的身体还是蛮重要的 而且之前其实国内 因为在这个行业 其实大家也都有听闻 很多同行 亚健康 过老死 对过老死 我之前知道的可能就有那么两三个 就是本来之前可能还有这个人的一些消息 后来怎么就 就是我就是觉得 对 就是怎么讲 可持续性发展吧 就是我既然想做这行 而且又想在这行 可能做的时间长一点 活的长一点 那我可能自己平常就要多注意身体吧 所以我会有意识的会去自己健身啊 或者是在饮食上面会有一些一些要求 但是我觉得其实 我觉得在国内也是一样 中午如果说有可能的话 可以去健身 对 或者不一定中午 就是在你自己觉得合适的时间 只要你持续的去做就好了 对 把它当做个事 因为这个是一个 对 真正来说是最重要 当个part time 好的 今天特别感谢啊 Syvn那个和我们分享他的故事 有没有什么方式 就是 有没有什么东西 你还想说 然后今天没有涉及到的 暂时 如果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 我自己也有一个公众号 叫做优力能量 然后我上面会平常分享一些工作呀 动画呀 或者是读书和健康方面 我自己的一些心得吧 或者是一些分享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那我可以把就是 大狗熊今天跟我一起做这个节目的一些点 可能把它视觉化呈现给大家 所以可以来看一下 可以关注一下 好 优力能量 优秀的优 力量的力 然后能量 对 后面我也会把这个信息放在这期节目的这个说明里面 show note里面 OK 那么更多关于维塔的故事可能之后我们再去聊 然后因为现在我和Seven都在奥克兰之后等找时间呢 我去回正顿找他玩 然后就去维塔里面骗T恤啊 什么的这个 因为之前我当年 不说当年 那个14年4年前来新西兰旅行的时候 维塔是我要去的一个圣地 那么我去了维塔 workshop 和你们那个studio应该不是在一起 对不是在一起 workshop是专门做这个模型的应该是 就是模型 主要是电影就算是前期吧 一些模型道具 还有很多一些 比如我们后期要用的一些 那个3D模型之间 他还是要做一个真实模型 后期会建模 或者是会去3D扫描 对 然后去那里 然后也实际去看了 然后当时 拍不了照 因为这个整个里面都是 OK保密的 然后呢 整个体验了一下 感觉特别好 好像我在我那期 播客里面 把在里面录音的这个片段都放出来了 所以也很期待之后 再去维塔的时候 能够有业内人士带领着去看一看 哎呀 这个感受一下里面的气氛 可能也是对自己的一个 一个很好的一个启发 欢迎 行 那其他更多的话题呢 我们就之后再聊 然后大家可以关注 刚刚Seven的这个说到的个人公众号 优利能量 更多这期节目的信息呢 在狗熊有话说的播客的官网 voice.beartalking.com 上面可以看到所有的信息 那么也可以关注公众号 狗熊有话说 bear big talk 关注这个公众号 然后我现在微博更新的很少 那么大家可以在公众号上去看相应的信息 OK 那么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就下期再见了 拜拜 感谢大家 感谢狗熊的要求 谢谢 谢谢Seven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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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all out of love i'm so lost without you i know you were right believing for so long i'm all out of love what am i without you i can't be too late to say that i was so wrong i want you to come back and carry me home away from these long lonely nights i'm reaching for you are you feeling it too does the feeling seem oh so right and what would you say if i caught on you now and said that i can't hold on there's no easy way it gets harder each day please love me or i'll be gone i'll be gone i'm all out of love i'm so lost without you i know you were right believing for so long i'm all out of love what am i without you i can't be too late to say that i was so wrong what are you thinking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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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all out of love i'm all out of love i'm so lost without you i know you were right believing for so long i'm all out of love what am i without you i can't be too late i can't be too late to say that i was wrong i'm all out of love i'm so lost without you i know you were right believing for so long i'm all out of love what am i without you i can't be too late to say that i was so wrong sir eaten for so long a know i know you're the one sirika beсуд Cal переп